领队 我以前也搞过旅行社啊 我才知道原来领队晚上要负责念经啊 不然客人睡不着啊 所以很多人不懂这个意思 因为他会找你啊 你是领头的啊 我没吃饱啊 所以那你要面面俱到 第七 天龙地鳍拥护 各位你开始慈悲啦 帮助这些众生 天上的天龙八部 地上的土地公 哎哟 你们这些人有爱心哦 他就会因为你而感动 老实说啊 因为你而感动 有一次我有个冤心在主 过去我把他杀掉了 杀他全主的人 然后他来找我报仇 找我报仇 那时候刚好有一个人自杀死掉 那我就说哎呀 那我先超度自杀的 我就很认真的在那边念啊 跪着啊 自杀 结果那个冤心在主被我感动 他说原来你是这种人啊 不认识你都跟他跪了老半天跟他超度 他心里有感应啊 然后我跟他说 事实上 因为我学佛了 我以前无名不知道 前世嘛 我现在学佛了 就算你要杀我 我都不会恨你的 只是因为过去我无名 我杀过你 也过去是一定是你无名 因为我有一次做小沙咪啊 他是个强盗把我给杀了 这是过去世的故事 那现在后来我做了一个小皇帝啊 就把他全家给杀了 这样啊 所以 但是我有一点超度 他去做修罗道 所以还在恨我 恨我恨得要是找机会要报仇 对吧 所以我跟各位讲的都是真的 但是我们累世以来 学的善言恶言都还在的 所以我刚好超度那一位 那些自杀而死的 我比较用心 我不是光超度一个所有自杀死的 我都观想到我面前来 我不认说会怕不怕的 而是说我尽力 因为这样 我感动了这位阿修罗 因为他带着军队 他可以把我毁掉了 所以我们出家人的修行叫降魔 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因缘 但是因为你很慈悲 帮助别人就消除了你自己的恶业 也把你的冤心在主超度了 而且这些天龙八部还倒过来 直接要拥护你 那他就会跟着你而发菩提心 第八 束获功德 那各位你要得到什么功德 慈悲是最圆满的功德 佛陀说所有的不 不失慈见忍入精进禅定 都输给慈悲 慈悲包含一切功德 所以我想各位时时刻刻去慈悲 第九 可满所愿 大家心想事成 第十 束正佛果 这是最重要的 不是贪心 因为你不赶快成佛 哪有真正圆满的能力 补度众生呢 那后面还有二十条 诗实的功德 各位来看吧 我们先来念仪轨 请翻到前面 归一发心 一开始希望所有众生 包括土地公 每一棵树都有一个树精 而且住了很多 不是光一个 不是一个树有个大树精 其他他的家族 然后有的地方住 不然所以佛陀把很多树叫做什么 背一下鬼神村 鬼神村 因为他们没地方住 住在树上面 所以但是 没地方住了 更可怜 叫孤魂野鬼 那所以同样的 我们都希望他们 归一发心 所以但是自己 自己 自己真心的归一 自己发起菩提心 才可以引导他们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念 来 为诺师父 没有 那我自己 好吧 来 其请十方法界 一起念来 其请十方法界 当成就 为成就 之一切众生 归佛归法归生 归佛归法归生 归佛归法归一生 你要很认真的 就像带领你的 你的妈妈 儿子一样 来啊 来归一山跑 你要发这个心 不要光嘴巴念 佛法的完成 是在你内心里面 完成的 嘴巴 个人有个人的口才 但是 用心去唱一首歌 那一首歌就好听 了解吗 所以各位 你要开始用心 用什么心呢 用佛的心 我们既然懂得 阿弥陀佛啦 地藏菩萨啦 观音菩萨啦 那他们什么想法 我要用这个心 念出经典 那你要一直念习 用真心呢 去帮助别人 一个人用真心去讲话 怎么听都觉得好听 各位 海盗法师 讲话好不好听啊 谢谢 谢谢鼓励啊 因为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很冷酷 孤僻的人 不喜欢跟人家讲话 但是我现在至少 我上台会认真一点 这样 因为我知道我上台 我就会很认真 认真地用心 希望 因为我不是光对人 那些天神 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 诸佛菩萨都在看 我跟各位讲 昨天那一位阿修罗 要来杀我的 那一位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在旁边看着你 如果我起心动念 他就可以报我的仇 就像我以前杀死一只蛇 十几岁 我三十五岁出家 那只蛇 他也不超度 他就跟那一位老师说 他看得见 他说 这只蛇要在你旁边 如果你去恨人的时候 他就会咬你 就是这样 因为他把我同学弄自杀了 我十岁就有个同学 为了这只蛇 因为是他喊杀的 然后我在旁边跟着杀的 所以他先把他弄成自杀 然后让我胸口痛 那后来我要出家的 那一位老师给我说 师父啊 你胸口痛 我说对啊 有一只蛇咬你 我说不是蛇咬我 是我大哥打我的 他说不是 是蛇附在你大哥身上 他打你的时候 他的眼睛有没有变红 我说对啊 我看到我大哥眼睛 我都吓坏了 我根本没有还手 因为那只蛇附在你大哥的身上 他用那种蛇的眼睛看你 你打他哪里 他垂里哪里 因为我就是用石头 打他的胸部 我认为那是心脏 他们叫第七节 我还不知道 打了几十个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大哥的手就一直打打 让他骨头裂开 所以他描述给我听 我就感觉了很痛 哎呦 原来 原来这是个真相 哦原来 我以前不认识这个 后来我就跟他跪下来磕头 我要好好的修行 然后呢 希望你去极乐世界 当然老师说 他不去极乐世界 他在旁边 他要看着你 盯着你 看你有没有 因为他可以报仇的 但是他看你表现得好 他就不咬你 所以我就 我认为这样很好 我很感谢他 没有他 我就不会修行 因为我要很认真 不然他马上报仇 咬死我 所以我一定要感动他 所以各位 把敌人成为你最好的朋友 这就是修行 所以佛陀要成佛一定要 事实上佛陀成佛的魔王 是佛陀把他请来的 佛陀要证明他的悲心 魔 你没办法伤害我 原来慈悲才是武器 所以当魔王用了各种的武器 乃至女人 乃至火 乃至刀兵 要杀死佛陀的时候 佛陀就要慈悲三昧 我爱你 我关心你 一点没有畏惧 用真爱 所以那些武器呢 都能变成莲花 所以各位请你 我们是佛教徒 别人怎么伤害我们 我们都不能抱怨 不能报仇 不能对立 因为慈悲是我们唯一的武器 所以 所以后来那只蛇 现在去净土了 因为 它本来是我的护法 被我感动到成为护法 然后现在去净土了 所以我想各位 你一定要旁边有蛇 有冤心在主来帮助你 不然你不会精进 你会放逸 一个人的时候 你还是要很认真 所以用这样的心 带他们回三宝 来 但这men 我就是我们即便 drinks 我的音乐 还是认真 东西 tekrar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表佛陀的降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丹市長指揮官 国来武漢危险疫情已经控制 但是国责疫情也很坚重 提心对国外執政的朋友 第一 在会议上来把嘴巴掌握好 第二 入境后要遵守台湾入境减约的规定 如果感觉辛苦没爽快 请你就要说 第三 请配合股价减义 如果有可能的症状 就要连络我们的卫生局 不能给你看医生 提心大家如果辛苦没爽快 请来把这个嘴巴掌握好 你看医生的时候 然后呢 主动说明你的基础 含乡金 你以后算 含乡什么人的接受 或是有大多人做会 方便医生来做办案 含习的通报 想要提心大家 继续做好防疫准备 修好社区防疫安全 这么电脑 那个整个都已经变形了 然后它居然可以都把你下去 这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 医生宣判不可能 我就是希望有奇迹出现 因为我们身心服务 再站起来的机会 是不可能的 我的世界就毁灭了 因为我从小跟哥哥的感情非常好 新闻事件怎么会发生在我女家里面 因为这场车祸 我学会了 以苦为之永不放弃 但是美国这场车祸 更厉害的 是我不会了 像我在乒乓图体 就是每次缺乏就一定要用爬的上去 那有很多热心的师兄师姐也想要帮忙 因为知道他们无从帮起 所以只有他知道怎么帮我 我是在2014年的12月2号那天发生车祸 那到现在也将近快六年了 那时候因为就是去把自己撞了一身的骨折啊 手脚啊然后腰椎都骨折了 所以造成了下半身的瘫痪 其实医生已经告诉他们说你的哥哥是下半身 可能都必须是在床上度过这样 他们当然不敢让我知道 那其实自己有意识到 所以当你那个意识到越来越清楚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是上百次想要了解自己的念头 在脑海中就是都有盘旋过这样 但是后来发现自己 连要动手了解自己的能力都没有 因为手脚都断了 我记得是当天要回家的时候 我跟爸爸在车上 我当时就跟爸爸讲 哥哥为什么不要这样走掉就好了 因为我很清楚哥哥他的个性 我知道如果他行过来 知道他自己伤成那个样子 他一定不想再活下去 刚发生事情的时候 那个心境一下子 盪到谷底 就是好像 没希望 就是他伤得那么严重 也烦烈 我们那时候很慌乱 很无助 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 只知道说 如果他从此之后瘫痪 他的人生可能陷入一种很无助 当时我第一次觉得 原来从天堂掉到地狱是这种感觉 找这个郑洪志教授 帮我做这个生长因子的再生的手术 光生长因子 这个腰椎我就开了三次刀了 就是为了这个生长因子的施打 然后其中还把我一节腰椎骨 为了释放我的压力 所以把一节腰椎骨拿掉了 然后每次打那个时候非常幸福 是我要侧面躺 然后缩得像虾子一样 把腰椎拱出来 然后一根大概这么长的针 从后面这样穿刺进去 然后把那个生长因子 打在骨头跟骨头的中间的那个软组织 对所以非常痛 而且打完是要平躺八个小时不能动 对因为他是等于把里面骨髓抽出来 再把生长因子打进去 然后你如果一下子站立起来的话 人是会晕眩的 所以必须要平躺八个小时 他有点像是针灸的原理 但是他并没有侵入性 但是他却比侵入性的针灸还来得更痛 我光为了做那个治疗 我毛巾都咬破了三条 然后每次都是眼泪啊 那种大喊大叫的这样 对啊 光飙 那帮我做治疗 那个老师本来是接近植物人 他被他爸爸用这个方式 据说是他们祖传的方式 把他救回来 然后所以这个老师他不收取任何费用 他在帮他所谓的有缘人做治疗 因为他从颈胸腰都断 他更严重 结果他现在可以到处行走啊 甚至在国外他到处都在被他治疗 那老师也是非常慈悲的一个人 我更相信是佛法的加持 因为有很多是在医学上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解释的事情 就好比说我的脚 我的脚踝 我的脚踝是粉碎性骨折 那那个结构呢 在那个当下 他其实就已经彻底的破坏掉了 即使他在重建 他这个骨头的那个骨輪之间啊 他没有办法再像最初原来的那么的滑顺 所以他甚至他是真身的 他会阻碍他的滑顺的程度 所以那个脚 我的脚盘身是这么颠的 为了说要能够行走 甚至能够站得平稳 我甚至连结枝都想到过 就是说干脆就把那个颠起来 那个变形的脚踝把它结枝掉 换一个人工的 这样至少我站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可以也许可以走 那时候想要站 但是医生不建议 对那时候医生不建议 他说你这个样子你可能 因为我现在最需要的是复健嘛 那你这样一伤筋动骨下去 你可能又大半年甚至更久 你又不能动了 不能动你的肌肉 好不容易重建回来的一点肌肉 可能又慢慢的消失掉 对啊 然后我刚才为什么说 最神奇的部分是在这里 就是说 那个结构它破坏掉 它后来居然还慢慢的下去 到现在那个 虽然进度很慢 但是我自己可以感觉到说 那个重心在转换的程度是不一样 而且的确脚盘是越来越下去的 那时候我从小妈妈就是一个佛教徒 那妈妈小时候也不断的灌输我们说 佛法的种种种的好 然后只有佛法才是你唯一的选择 佛法才是至高无上的 诸如此类的话 我妈妈从小都一直不断的跟我们灌输这样的想法 那因为那时候都还太年轻 人生并没有吃到太多的苦头 没有尝到太多的苦难 没有把那个所谓的佛法那么入心 就是听妈妈讲的这么一回事 但是就知道我们以后都是要信佛这样 但是并没有那么入心 那是后来经过这个车祸 然后就是才算去尝到那个苦 然后跟佛法结上缘 才会跟这个佛法这么相应这样 人就往往在不如意思意的时候 才会想要修行 才要想接近佛法 以前生活很好的时候 也不懂得要去修行 真正的那个苦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过去所追求的那些 那些都不算什么 我后来体会到四个字 平凡跟平安 才是最幸福的 生命之业 海淘瓦斯的道场这样子去 我也跟着他去一次 新殿的大明讲堂 去受八万三千 后来我们全家人就是把 这个希望寄托在佛法里面 就是 身心三宝 就是说 我相信 他要是有这个姻缘 佛菩萨的加持 最起码要能够好起来 所以说 你能够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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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 因为我两个妹妹 她们很早就开始在参加 这个生命体系里面的这个法会 工修啊 然后把关载接这些法会 那时候我的小妹也常常不断的 她们那时候在屏洞 我在台北嘛 她常常在电话里头 用鼓励的方式说 阿哥哥你去参加 这个法会很好 对你很好 然后 我觉得对你很有帮助 这样 可是也许那时候姻缘还没有到 所以 各种理由 也许那时候身体也没有好到一个程度 也不想出去接触人群啊 然后所以那时候不会想要出去 所以找了各种理由 去年的四月份的时候 妹妹又告诉我说 今天海棠师傅在新建的大明讲堂 有一场八观再接的法会 哥哥你再去捷运看看 对啊 那天姻缘就到了 我就说好吧 那我就去看看这样 哥哥从小 他就是不断的骨折 因为他很爱运动 他很爱打篮球各方面 然后进走 他会从台北走到桃园 他很喜欢 他是一个很阳光的大男孩 然后那时候觉得 哥哥以后没有办法再创新这些事情了 包含潜水他也很喜欢 然后就觉得说 他可能当时走调会比较好 开心一点这样子 可是很庆幸 我当时那样的想法是 没有成真 我要很感谢那边的一个 叫张秀美师姐的这位师姐 我觉得他在我还没有机会听到师父的开施之前 我觉得他在第一线 他做了很好的一个引导 他从看到我在那个门口 在那边排回说我到底要不要进去 因为我做了轮椅嘛 那轮椅毕竟这个轮椅在外面走来走去 那道场人人都是脱着鞋子 所以我在那边犹豫我到底要不要进去这样的时候 那个师姐第一眼看到我 他就帮我做了所有的引导 帮我安排的位置 然后甚至因为我第一次参加 我都不懂 然后就全程都在引导我这样 那我有时候常在想说 我的法院很好 如果说我那时候遇到的是 可能也许比较不是那么热情的师兄姐的话 也许可能那时候佛法没有入心 也许我转头掉头我就走了 我根本没有机会听到师父的开施 对所以这个法院我觉得 蛮感恩那个张秀美师姐的 非常感恩他 他做了很好一个义工的示范 对慈悲的示范 对我觉得那个师姐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到现在一直非常感恩他 照顾我十个月的印尼籍的医工 阿尼 他陪了我去很多很多的地方 接了法院 那冒着风雨呢 然后举凡从朴佛 战经 然后八关在界 他都一起去参与到了 那最重要的是 他还跟我去苗栗洪法院 参加了海涛师傅所举办的短期出家 那在那样庄严的气氛之下呢 他也吵着要跟我一起受菩萨戒 因此他也有了法名 叫做妙心 他的法名还是海涛师傅 灾遍前亲之方他取的 那他也有了戒谍 他们回教徒往生的时候 是要穿白色的衣服入恋的 那曾经不止一次告诉过我说 有一天他往生的时候 他是要穿着黑色的海青 回到西方其他世界 然后现在照顾我的这个 也是一年级的义工 他也是跟佛法非常的相应 那也是才照顾我到现在 才两个月而已 也跟我去了一二四场以上的法会 做一些药包 然后供登的这些事情 所以他跟佛法也是非常相应 那我都觉得这两个一年级的义工 都是佛菩萨安排来的 来照顾我的 然后并且他们都跟佛法非常的相应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出身的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 我身心受损嘛 那身心受损 就代表说我的大小便的 这个样的状况不是一般正常人 那我可能我要再出去参加法会 那一整天 法会就是一整天了 必须要在前一两天就开始准备 就是准备什么 第一个要把我的肠胃清空 对 我也在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会突然给我下中框这样 所以我 我必须要把我肠子清空 所以那天我法会 我才能安安心心的出门 我的家人为我送到现在 为了我送了上 已经一万多部的地藏经 都不停地回想给我 然后我们一直都很深心说 今天是地藏经 加持我们 让我们所有的违缘都消除了 所以我们才可以去接触到一些善知识 好比生命提起 师父这些的种种开示 这些我们才有那个福报听得到 如果说我身边的违缘还是那么多的话 我根本听不到这些三知识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的因缘都是来自于地藏经 所以很感恩这部地藏经 然后我们家人也都把地藏经 当成我们一辈子的职业 这辈子我们会修其他各种的法门 但是一定会把地藏经 总部在我们每天必修的功课里面 也许没有办法读送到一部 但每天都一定会读送它极品 一定一辈子都每天都会是这么做 我五年多到现在 没有当过地藏经 每天都是读送的 我觉得佛法不可思议 它不会像变魔术一样 让你一下子就感觉到你很神奇的变化 但是它潜移默化 它是带给你心灵上的平静 就好比说我一个生长者 你中间经过了很多的不为人知的一些苦难 其实是人家看不到 我觉得这些地方 如果不是利藏王菩萨在引领着我 然后让我的心越来越坚强的话 我觉得我很难走到今天这一步 非常难 因为其实我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生病的人 但是其实在这当中 真的经过身体太多太多的考验了 那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地藏菩萨的加持在引领我 然后让我的心里面的素质越来越强大 然后注意去面对这一切 所以我很感恩地藏心 不光是可以做 我还可以靠着服务的东西 我还可以站 虽然不能久站 而且我还可以拜佛 我拜佛是以前我大概 可能也许这个角度 我人就下去了 因为我的腰没有支撑力 那现在呢 我不光还可以这样拜佛 这样下去 还可以靠自立站回来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现在目前对我来讲就是奇迹了 现在还可以拜佛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像妹妹会告诉我 普佛的星辰 那里有菩萨已经往生了 然后需要我们去普佛 那我就会跟这妹妹一起去 所以有时候你这样算起来 一整天的时间就差不多 已经是差不多就没了 其实我讲真的 我现在比我好久好久的时候还要忙 真的还要忙 但是现在忙的 感觉是很有意义的 忙的是很有意义 以前在忙就觉得 忙一下子就想要犒赏自己 喝两杯啊干嘛的 可是你现在忙 忙得很辛苦 你是有时候 在忙着看着B&M的痛苦的时候 其实你也忘记掉自己的辛苦 真的 你有时候看着B&M的苦的时候 你真的会忘掉自己的苦 我一定是期待说 我有一天我这个 我这次很臭皮囊 还能够站起来 然后自己还有一点用处 然后可以把自己贡献在更多的地方 比如说佛法里面 佛门里面 因为我觉得我在这里面承接了很多的恩典 很多的师父对我的慈悲 对我的开示 很多师兄师姐 对我的那一种援助啊 我觉得那就是点滴在心头 真的要感恩的人太多了 真的没有办法一一去细数 但是我都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脸 以及他们曾经对我做过的每一件事情 那那个东西都是一直在推着我很好的一个养分 推着我干嘛 就是有一天我把我自己布施出来 对因为我觉得我希望我自己有一天只能够站起来 然后把我自己再把我自己布施出去这样 你发的愿有多大 就是相信佛菩萨会买你的愿这样子 我非常相信我哥哥有一天是会站起来的 他可以靠他自身的能力 跟我们正常人是一样 这个是我有信心的 希望哥哥能够加油 让大家见证奇迹赶快好起来哦 加油 我们都要加油